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子安 我現在來到的是 松山火車站旁邊的CityLink 那我現在要去吃我剛剛看到的 松山站食堂 那我剛剛原本是想說 要來CityLink找東西吃 不過看到這個松山站食堂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那我決定要去吃看看 那它味道到底是怎樣 我連它賣什麼餐點我都不知道啦 趕快走過去過個馬路 趕快走 好 很快 找到中華麵 好 好 很快 烤肉 會有些油 烤肉 滴味 篩 盛利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欄底下 這餐廳齁 好 好,謝謝你 這間店其實給人感覺蠻舒服的喔 畢竟是那種車站牌或公司類型的 那我剛剛點了玉子燒跟可樂餅 那我也不知道可樂餅裡面是包什麼 那我們就先吃可樂餅 就甜甜的那種屬於很一般的可樂餅 其實炸出來也不會太油膩喔 就是剛剛好 酥酥脆脆的 然後不會太油 再來試一下玉子燒 他剛剛現做的 看起來一層一層的還不錯 他的鹽巴比較多一點 就是吃起來可能稍微偏鹹一點 那我其實比較喜歡吃沒有味道的蛋 所以 這一般人吃應該很好吃啦 那我吃的話我覺得就是普通 他裡面有蔥 就是那種蔥蛋捲起來的感覺 然後裡面也沒有說到很嫩 就是煎蛋捲起來 可是這個蠻下飯的啊 這配飯就蠻好吃的 更正一下喔 就是 他吃起來感覺就是鮮鮮的嘛 那 停下來你就會想一口接一口 那其實改一下評價就是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對 停下來之後就會想一口接一口 那先來吃一下麵 那這個麵其實蠻簡單的 我點的是中華麵 那這個麵只有湯 然後豆芽菜 蔥跟一片肉片 那我先來吃他的肉片好了 那跟日式料理的那種 叉燒肉不太一樣 我吃下去第一口想到是培根 我吃下去第一口想到是培根 味道蠻淡的 然後蠻清爽的 蠻好吃的 再來吃一下麵 口感是蠻普通的 就是偏軟的 那大家要知道我喜歡吃硬的 我剛忘記跟店員講了喔 不過沒關係 其實這一般人吃應該覺得蠻好吃的 其實還不錯耶 蠻清爽的 他的湯你們剛剛看到也很清澈 那喝起來就是 有點醬油的感覺 然後 蠻清爽的 就是喝了不會膩 看來整體吃起來是 我說 就是 連鎖店的概念吧 這個叫松山站 應該是特別開的 他點餐方式跟那種 完規字麵 就是那種日本烏龍麵一樣 然後服務也都不錯 那我剛剛點這樣三樣加起來190 那 應該蠻多人就會覺得說 這可能有點價錢啦 那 在車站這種 其實貼店很像百貨公司的地方 像190 然後他的玉子都要又這麼大一個 然後可樂餅蠻脆蠻好吃的 我覺得190是可以接受的 他這個肉片如果能來兩遍的話我會覺得更好 他這個肉片如果能來兩遍的話我會覺得更好 這湯真的有夠清澈的 在我 長期吃拉麵下來 我覺得是我最近期內看到 日式料理店的湯裡面最清淡的 雖然說他賣的是那種中華料理 日式的中華料理 那我剛剛運動完 吃這個我覺得還蠻開心的喔 我看這個湯真的很清澈 我也覺得太膩 其實我剛來松山原本是要去老河街 那想一想我這陣子去太多次 我上禮拜去了四次 然後我前天又去了一次 再吃我也不知道吃什麼 所以我就跑到松山車站看有沒有什麼 沒吃過特別的店 來吃吃看 吃完了 我看到 他的碗還蠻可愛的 就是那種 動畫裡面會看到那種 拉麵碗 還蠻可愛的 那我現在吃完了那我剛剛覺得這間店給我的感覺蠻舒服的因為整個環境非常乾淨空曠 他走道也很大 人很多應該不會覺得場地很狹小 這還蠻真的是蠻不錯的 氣氛整個就很棒 其實裡面的感覺比較像咖啡廳 就安安靜靜的 然後大家其實聊天什麼都很小聲 對那他們其實還有其他料理啦 蠻多料理的 那我剛剛就看到中華麵 湯蠻乾淨的 可樂餅也是因為台面上我只看到那個 還有一塊東西 那我想吃可樂餅就點了 那玉子燒也是他一開始就問我了 那我就點這三樣 那他其實還有炸雞跟炸蝦我沒有點他們 很可惜的啊 他們應該蠻主打那兩樣東西 我這影片大概就這樣 我下次還會去找一些 沒吃過的 就是自己沒吃過的地方去吃吃看 然後來做個評價吧 對啊 那喜歡影片的話按下喜歡 分享以及訂閱 那我是子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吃視頻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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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吃